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6月22日星期三 最近这几天呢,大家有可能会注意到有这么一个说法 说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塞呢,他在私下里面向欧洲的官员透露说呢 说这个新冠病毒啊,最有可能就来源于武汉实验室的泄露事故 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报道 这个问题呢,最近传的是挺盛的 那在今天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呢 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呢,就问到说 英国的星期日邮报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 报道称,就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这个说法的来源是英国的星期日邮报 说是呢,消息人士告诉他们的 这个西方媒体啊,就经常是会有这样的 什么不愿意出具姓名的消息人士啊 具知情人士啊等等的 像这样的消息呢,其实就是查无实证 你没有办法去查证 这就是一种造谣 那关于这件事情呢 今天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做了回应 汪文斌就说,世卫组织秘书处 已经就有关的报道向诸方做出了澄清 就是这件事情呢,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因为都是一些官媒主流媒体来报道这件事情 而且是呢,大肆的转载,广泛的转载 俗话说呢,谣言说一千遍也成了真理了 人们就不知道这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连世卫组织总干事都说 这个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 那这些人就认为是来自于实验室呗 没有多少人真的对这件事情呢 动脑来分析一下 实际上呢,你分析一下 然后你就知道,这其实就是无中生有 就是造谣 我们都知道世卫组织呢 已经到武汉去做了两次调查了 两次调查的结论呢 都是认为武汉实验室并没有泄露事故 作为世卫组织总干事来说 怎么可能他撇开这两次的调查结果 不管,而去说呢 这个病毒就来自于武汉实验室呢 而且呢,他说的是最有可能 这个谣言就说呢,最有可能 什么叫最有可能 谭德赛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呢 这应该说是不可能的 那么果然不出所料啊 就是中国不找这谭德赛来核实 那这个世卫组织的秘书处 也会主动的来找中国一方来澄清啊 那果真就是这样的 世卫组织秘书处呢 已经就这个事情向中方做出澄清了 强调说呢,谭德赛总干事 没有在公开或者是私下的场合 发表任何的 此类的言论 也就是说呢,最近这个媒体 所说的这个内容呢 是完全不属实的 谭德赛呢,也完全反对 报道中的有关内容 我们由这个呢,就可见 谭德赛呢,跟中方说 我没有说过这话 我在公开的场合没有说过 我在私下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 不符合事实的 那么中国肯定会跟他说 那为什么说会出来这样的一些谣言呢 当然说西方的媒体无中生有 也是常有的事 比如说中国新疆的这个种族灭绝这事 我们中国人就知道 这完全是无中生有 中国新疆哪里有种族灭绝啊 新疆维吾尔族这个人口呢 由两百多万增加到了一千两百多万 增加了一千万 有这样的种族灭绝吗 我们中国人是最清楚 这就是无中生有 由此我们就能够判断出来 这是我们中国人看到了这个实证 就实锤了西方的媒体呢 还有西方国家呢 他们是可以无中生有的 他们是会无中生有而造谣的 所以呢像谭德赛的这个事呢 他也有可能是完全是无中生有 但是中国一定会给谭德赛提出来说 你应该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免 你应该注意你的言行 好这件事呢 我相信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回应 应该让这个谣言能够止住 说实在的 现在呢 俄罗斯已经拿到了证据 这病毒的问题 美国在乌克兰搞了那么多的实验室 美国是说不清楚的 之前美国还说在乌克兰有26个实验室 可是现在事实证明它有30多个实验室 最近呢 我看到美国好像又有点要往乌克兰甩锅 说是这实验室啊 做的实验啊什么的 都是为了乌克兰 意思好像是呢 乌克兰让他们做的那些实验室的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这美国呢 就是利用乌克兰 肯定会给乌克兰好处 我在你这个地方 搞这些见不得人的事 我会给你补偿的 肯定是这样的 否则的话乌克兰能干吗 乌克兰呢 因为拿了他的好处 所以说呢 所有的事实 他也不会出来澄清 他不会出来打美国的脸 应该这么说 如果不打美国脸的事呢 他也会出来说 但是如果说 打美国的脸 和美国的说法相反 把矛头引向美国 那乌克兰就不会了 好 这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上的第一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呢 就是关于拜登要和习近平通话的这件事情 是法新社问了这个问题 说美国总统拜登称 其计划与习近平主席通话 讨论取消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 日期和时间是不是已经确定了 这个记者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就说呢 我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也就是说呢 关于这件事呢 现在还没有确定 但是呢 汪文斌就说 需要强调的是 中美两国元首保持交往十分重要 就是说中国也是愿意和拜登通话的 但是汪文斌就说了 具体应该由双方通过外交途径 共同来商定 并为此营造有利条件和氛围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两国元首进行对话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你进行对话谈什么 你不能说为了谈而谈 对吧 就好像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列斯基 一直都想和普京呢 进行对话 但是呢 他私底下又不和俄罗斯方面进行沟通 也就是汪文斌所说的说 应该具体的 具体谈什么 还有具体的一些事宜 应该由双方通过外交途径来共同协商 那乌克兰呢 就拒绝来进行协商 那这个拜登和习近平两人通话这件事情呢 我相信双方会有协商了 比如说前一阵子 杨基石和沙利文的他们两个那个见面 也是在进行协商 肯定是还有更低层级的一些打个电话呀 email啊 或者是网络聊天的方式啊等等各种方式吧 肯定是有沟通的 还有通过大使啊 肯定是有沟通 但是呢 这些沟通 你得有一定的基础 你会去营造一些有利的条件和氛围 你不能说你私下里呢 横目以对 私下里打的就跟那乌眼鸡似的 然后呢 两国总统要进行对话 这个就失去了基础啊 你美国这段时间以来 都有半年多的时间了 就说要考虑取消 美国对中国送美商品加征的关税 你取消 你倒是取消啊 但是不 我一直都不明白 根据我的观察 他的财长叶伦 和他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尤其是叶伦 无数次的在公开场合 阐明说呢 这个关税 对于目前的这个状况 是非常不利的 对于这个通货膨胀 伤害性是非常大的 非常需要赶紧把它取消掉 但是呢 有人就反对 那有人是谁 这有人呢 就是戴琪 戴琪很反对这事 认为说呢 如果说取消了这个关税 那中国就占便宜了 但是呢 关键还是要拜登拿主意嘛 关键是这个拜登 他也不是说 不希望取消这关税 我相信这个道理 耶伦呢 还有雷蒙多呀 都给他讲得很清楚了 那这个利弊呢 他一定是在衡量 我想他倒不见得 像戴琪那样 把中国是不是说 得到好处 考虑的那么重 应该也不会说 就中国是绝对一点好处都不能得 但是呢 他就想说 我单方面取消这关税 中国什么都不做 那肯定不行 中国也得做点什么 他虽然说 有可能也允许中国 在这里面获得利益 但是 中国一定也要做出相应的举动 让美国获得更大的利益 换句话说呢 我就要用这件事 我得从中国那换个什么回来 那很显然 这段时间以来 中国肯定没有对他吐口 为什么中国不吐口 因为现在来说 这个关税不关税的事 这是美国搬起石头 砸在了自己的脚上 说对中国有没有伤害 有伤害 但是呢 他也就是呢 杀敌200 伤及2000 现在这个效果呢 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呢 中国也不理你 而且呢 中国对于美国 在拜登上台以后 不久了 就给他了一个清单 给他布置了作业 这些作业你要去做呀 你的这些作业做了没有 你作业没做 你还想从中国这来 讨要好处吗 我相信呢 这个事情 一个是关税迟迟不取消 还有呢 就是两个元首这个通话 中国没有积极的回应 没有就赶紧安排 这个呢 就是中国给他布置的作业 他没做 然后第三个事呢 就是关于这个澳大利亚 昨天我还做了一个视频 聊了一下 关于这个澳大利亚呀 他们的大学现在受不了 中国这留学生不去 他的收入都没了 那么有八个大学的代表 联合接受了 环球时报的采访 这个采访呢 就向三个方面喊话 一个方面呢 就是澳大利亚政府 一个方面是中国政府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那些留学生 以及他们的家长 最近彭博社呀 就在中国外交部蹲点 彭博社又问一个问题 彭博社说根据澳大利亚的 路易研究所发布的民调 说呀 仅有约10%的澳大利亚的受访者 相信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 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而四年前呢 大约有52%的受访者 是持这样的积极态度的 那四年前是什么时候 四年前是莫里森还没上台的时候 那经过了这四年 就降成了10% 就不用汪文斌回复 我都能回复他这个问题 他为什么降了呀 你得去问问你们自己了 对不对 就是莫里森政府 对中国的污蔑啊 对澳大利亚人民的洗脑啊 就只能说莫里森政府成功的 给澳大利亚本国人民洗脑了呗 他所造的那些谣 澳大利亚人民信了呗 或者再进一步的说哈 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 你澳大利亚人民 你不会上网看看 你不会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看 用你自己的耳朵去听啊 然后用你自己的脑子来做判断呀 这只能是说明 第一 澳大利亚政府成功的欺骗和愚弄了 他们的本国人民 第二就是 你这个人民能够被他成功的欺骗和愚弄 你就是本国人民啊 这智商也够呛 就说明这两个问题呀 汪文斌就说 我们一般不对特定的民调结果发表评论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中方始终从本国相关行业合法权益和消费者安全出发 严格按照中国法律法规和世贸组织规则 对外国输华产品采取相应的措施 完全合理合法无可指责 我们对于中澳关系的立场也是一贯和明确的 我们希望澳方秉持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的原则处理两国的关系 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 中国和澳大利亚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但是呢 现在很显然双边的这个关系的发展呢 非常的不健康 本来呢 澳大利亚这个新的政府上来以后 中国的态度很积极 李克强马上就向新政府表示祝贺 然后正好赶上香格里拉的国防部长会议 那中国的国防部长呢 就主动的 据说是主动的 和澳大利亚的防长呢 进行会晤 这就打破了之前 两个国家之间 出现多年的这种冰冻状态 就是没有对话 现在有对话了 那澳大利亚呢 没有能正确的认识这个问题 他们认为呢 中国是对他们有所求的 那澳大利亚的新任总理呢 阿尔巴尼斯他说什么 他说中国如果要改善和澳大利亚的 之间的关系的话呢 那就必须先把那些个贸易的制裁取消掉 他这个认识呢 就非常有问题 那很显然中国这段时间以来 并没有理他们 你如果是这么认识的话 那我就不理你了 那么澳大利亚现在 我看到他们呢 这个态度啊 和莫里森政府啊 没有太大区别 没有太大区别啊 就好像是拜登上台以后一样 和之前呢 没有太大区别 就在这个南太平洋 岛国的这个问题上 频频出动 不断的就进行捣乱 频繁的对南太平洋岛国呢 进行访问挑事 那么本月底的时候呢 北约要开这个峰会 北约开这个峰会呢 也邀请了一些非北约的国家 来谈听 来观察 来参与啊 其中呢 他就邀请了这个日本 日本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了 但是日本的首相 好像是第一次参加 日本的首相这回也要去 那同时呢 美国又促成了一个新的四方机制 以前的时候不是有美日澳印 这四国的一个机制吗 现在印度呢 貌似啊 对于这个集团的活动呢 参与不是那么的积极 应该是因为怕俄罗斯啊 心里不舒服 肯定不是因为中国了 因为俄罗斯心里不舒服 所以呢 不是那么的积极 再或是呢 他趁现在乱的时候啊 疯狂的占便宜 某好处 有好处的呢 我就去 没有好处的我就不去了 好 又搞了一个新的四国机制 我看到这四国机制呢 都有谁呢 韩国 日本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新西兰现在又蠢蠢欲动了 新西兰这个国家呢 他本来他就是来占便宜的 我原来就看呢 就是澳大利亚的红酒 被中国制裁了以后呢 然后他们的媒体 就到新西兰去采访 新西兰的那个红酒业的 业内的那些企业 当时呢 他们对新西兰有所不满 他们认为说呢 你新西兰就应该和澳大利亚共进退 中国现在制裁澳大利亚呢 你们就应该说 我们不给你们中国出口这个红酒 当时新西兰的一个红酒企业的 一个企业主呢 他就说了一句话 我心里就觉得呢 特别的不是滋味 然后他就说呢 说我们也用不着 非得去喜欢中国呀 我们只不过是和他做生意而已呀 赚钱而已呀 我们卖他红酒 为什么还得说特别喜欢他呢 又不是说我们要把女儿嫁给他 这就是一个什么心态呢 这就是一个占便宜的心态 我就是为了占便宜 我就是为了和你做生意 说到这呢 我就想起来了 前两天在俄罗斯的那个圣彼得堡 经济论坛上面 俄罗斯的有一个官员 说了一句话 我这两天一直在琢磨 他说谁呢 俄罗斯的这个官员呢 他就说啊 他说有的国家 他就是为了占俄罗斯的便宜 才和俄罗斯来进行合作 如果是没有便宜可占的时候呢 他就不挺俄罗斯 我就感觉他是说谁呢 肯定不是说中国 那是不是说印度呢 那如果不是说印度的话 那说谁 其他的国家貌似 好像犯不着这样动肝火吧 我感觉他们好像就是在说印度 印度再这么耍小聪明下去啊 我感觉呢 他有可能会失去俄罗斯 对他的这种亲情 他们的友谊已经是很长时间了 这种友情啊不能叫亲情是友情 他们之间的友情呢 有可能会大打折扣了 毕竟呢 谁也不比谁傻 对吧 另外呢 金砖五国呀 今年所搞的这个论坛 今天已经开幕了 在今天金砖五国这个开幕式上 习近平以视频的方式呢 做了一个主旨演讲 那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上呢 是用这么一句话来概括的 说习近平指出 一段时间以来 经济全球化遭遇了逆风逆流 一些国家想实行脱钩锻炼 构筑小院高墙 国际社会普遍担忧 这样下去 世界经济势必分裂为 相互隔绝的区域 经济全球化 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开历史倒车 企图堵别人的路 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 这也很明显 这就是美国就是想 搞一个小圈子嘛 他那个圈子当然是越大越好 最好是呢 全世界都跟着他跑 就全都不理中国 这就是他的目的 可是他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吗 我们看到的是 他越来越离心离德 对吧 他对俄罗斯的谴责 有多少国家跟着他去谴责呢 他对乌克兰的这个军援 有多少国家跟着他军援呢 他开一个什么东盟的峰会 给他们拉到美国去开会 受到怎样的冷遇呢 人家私下里那些东盟的国家元首 是怎么说他的呢 他召开了美洲峰会 有多少国家反对呢 再是现在 各个国家在大选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竞选者 明确的提出来反美抗美的口号 现在中国和俄罗斯呢 就在提出来金砖家这么一个机制 本来金砖这个组织是有五个国家 然后金砖家呢 就会吸收更多的国家 今天我看到呢 中国在昨天的时候 推出来了一个呢 全球发展报告 这个全球发展报告的内容 他就是对习近平所提出来的 全球发展倡议的一个评估报告 总结性报告 有哪一些进展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呢 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是异常的活跃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异常的活跃 影响力越来越大 这也确实是让美国坐不住 美国如果说呢 中国对他形成威胁 中国还确实是对他形成威胁的 习近平经常提出来 这个倡议那个倡议 那美国呢就实行一些 围追堵截 进行一些破坏对吧 中国实行了一带一路 美国就说 他也实行一个一带一路 他也搞一个一带一路 习近平提出来 全球发展倡议 前两天我看着 美国又提出来一个 南太平洋岛国发展倡议 这南太平洋这些小岛国 你都不能说是弹丸小国 简直是小指甲盖 那么小的那些小国 对吧 以前的时候 美国哪里对他们 那眼睛夹都不夹他们一下 除非是需要在他们那岛上 做一些核试验呀 修个机场啊什么的 才想起人家 否则的话呢 就把人家忘了找挖国去了 在他眼里内都是找挖国 就是因为现在 中国和南太平洋的这些小国呢 走近了 帮助他们发展 哎 美国也跑出来了 最近还提出来一个 南太平洋岛国发展正义 以前你也不倡议 现在你又跑出来倡议 非常的可笑 很显然 就是习近平搞个什么 他就跟着学个什么 好 今年呢 是中国的第二十大 对吧 二十大呢 就是该换届了呀 现在美国呢 就一天到晚呢 这些舆论啊 那些独运轮们呢 也跟着就是负荷啊 不遗余力的来进行造谣啊 污蔑啊 煽动啊 蛊惑啊 哎呀 我就觉得这个呢 就特别可笑 就他是不是谣言啊 咱们暂且不说 就特别可笑 他可笑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不是说中国是专制国家吗 习近平说要修宪的时候 他不是说习近平就想终身制 就成了皇帝了 习近平就是个皇帝 这样来鼓动中国人民 来仇恨习近平吗 对吧 你不是说他是皇帝吗 皇帝就是一直能当下去啊 为什么你又说现在 习近平的权力不保呢 对吧 如果是专制的话 如果是皇帝的话 这个权力还能不保啊 你不是说他是皇帝 他是终身制了吗 怎么又出来不保了呢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是不是 好 时间又不早了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吧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